哈囉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珠珮 我是建築主持人安娜黎 說實在話 韓國人有時候讓人家覺得 拳拳又擦擦 但是呢不得不說 他們的遊戲實力 真的是非常強大喔 在韓國的遊戲展上 新公佈的天堂永遠呢 真的這款遊戲就是太厲害了 它呢是處處針對暗黑破壞神 三而來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歐美公司 你們再不努力一點 小心會被韓國泡菜給超越囉 在一年一度的 韓國G-Star 2021電玩展 韓國NCSoft公司公佈了 他們最有名的招牌大作 天堂系列最新作 天堂永遠 一公佈立刻震驚全場 成為整個電玩展上 最受矚目焦點 天堂永遠 使用全新3D引擎開發 標榜大規格的戰鬥場面 除了有壯客的遊戲場景之外 遊戲中的建築物 可以破壞 樹木也能燒毀 增加更多浮動性 另外天堂永遠 也強調大規模的戰鬥 整個畫面滿滿的都是敵人 玩起來破例十足 這次天堂永遠 有著濃厚的暗黑破壞神3動作風格 公佈了三種職業 騎士能揮舞各種武器 本有殺敵 除了近距離的攻擊之外 還能夠以勾鎖的方式 來抓取敵人甚至跳躍增加更多動態 而魔法師擅長各種遠距離的魔法攻擊 比較有趣的是 魔法動機能以滑水拖翼的方式 劃出魔法的攻擊軌跡 再搭配不同屬性的魔法組合 威力選項披靡 最後弓箭手能施展遠距離的射擊 也能夠以集氣的方式加強攻擊力 當然弓箭手還能召喚寵物 輸出戰鬥 然後攻擊時 還能把敵人一鍵釘在牆上 這種攻擊的重量感與力道 非常過癮喔 當然天堂永遠 也少不了各種描繪細膩的場景 不管是生氣蓬勃的城鎮 還是波方淋淋的洪水 都呈現出讓人驚嘆的美感 加上多人組隊一起對抗超巨大頭目 緊張刺激的戰鬥讓人血脈膨張 天堂永遠強勢公布 勢必成為線上遊戲界的最強話題